25万钟大型插捆7座SUV 你没得选只有一款传奇新能源的ES9 因为同级别同价位的问界M7 它其实是真诚的动力 而且只有5座和6座的选择 而走量的版本更是奔着30万去了 我们今天到店里来主要是看这台传奇ES9的赫税版 259,800的赫税版是在MAX版的基础上加了1万块 同时对身份属性 智能 舒适和 安全等方位进行了11项的 配置升级 外观的升级有三处 首先是征服姿眼的大灯 可实现会车灯光智能变换 防眩目的自适应远近光灯切换 接着是迎宾灯毯 仪式感不能少 然后 悬浮轮标 充满专属的尊贵感 朋友视觉冲击感的隆灵一前脸 方正的车身造型以及是简洁力锁的线条 传奇ES9整体散发着霸气的同时不失内涵 智能座舱有四处升级 原点识别 分神提醒 手势交互 生命体遗留监测等配置 让新势力不能独享智能标签 车厢的舒适升级有两项 首先是前排座椅的头枕提供四项的调节 前后以及是上下 第二排座椅增加了航空头枕 超过5米的车长 2920毫米的轴距 能给你带来宽敞舒适的驾程空间体验 安全方面也有两项升级 首先是主驾新增了西部气囊 还有主驾座椅 碰撞预警震动提醒 加上原有的全车6安全气囊 以及L2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充足的主被动安全 让出行更加的安心 据了解4月份前购买传奇ES9 能提供9999元的出行基金 相当于刚才所说的11项的升级 一块钱就能拥有了 传奇一直强调 ES9跟GS8是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两台独立的产品 确实他们的核心技术的机械部分 是完全不一样 传奇GS8双琴版用的是 丰田THS混动系统 属于传统的功率分流型 而ES9的插混系统是广汽资源的 2.0TM混动专用发动机 搭配两档DHT变速箱 属于串并沿混动架构 理论上来说要比丰田的系统要更先进 技术领先还得可靠 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 传奇ES9给到首任车主的 三店终身质保 还有24小时的直连服务 以及是道路救援服务 问街MC子 所以卖得好主要是有华为的光环加持 但说到底 它只是一台东风小看赛利师 所以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选择 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保守 只选大厂 因为大厂有着严苛的实验认证 安全 还可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